《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消化不良》俗称是胃功能失調 意思是胃病經常會引致胃不舒服 例如胃痛、胃脹、胃灼熱、早飽等等 但患上胃功能失調的病人 如果去做一些檢查 例如照胃鏡、掃瞄、驗血等等 一般就完全找不到一些在結構上的問題 所以這些症狀是由於功能失調引起 所以亦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或胃功能失調 胃功能失調的成因有很多種 因為牽涉到腦部與胃中間的聯繫 當中有神經線系統、內分泌系統 也有免疫系統等等的功能 如果出現問題時 都會引致胃功能失調的症狀 一些常見的成因包括壓力的因素 比如一些焦慮、情緒等等的原因 都會引致胃功能失調 除此之外,睡眠一直的質素都不好 例如長期不夠睡、睡覺不定時 甚至有個別例如睡眠疾症患者 都可能會出現胃功能失調的症狀 除此之外,飲食習慣方面 例如經常暴飲暴食 或者吃了一些比較刺激性高的食物等等 長期刺激胃 令胃功能不能夠很穩定地運作 都會引致胃功能失調 胃功能失調主要是一些上消化度的症狀 例如吃了少許東西就已經頂著、脹著、甚至作嘔 也有些病人吃了東西之後 整個下午好像無法消化 胃一直都頂著 也有些病人主要是以胃痛、胃抽筋、灼熱為主 或者很多胃氣 這些都是胃功能失調的病徵 但是除此之外 由於他的成因本身 也是牽涉到消化系統其他地方的功能 所以也有很多病人 除了患上胃功能失調之外 同時間都會有一些腸敏感 或者我們叫做腸熱擊中合症的症狀 例如會有肚痛、肚窩、便秘 又或者有胃酸倒流等等其他病徵 當然由於胃功能失調本身 是由於跟一個壓力、情緒、睡眠等等有關 所以這些病人同時間都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病徵 例如睡眠的質素出了問題 又或者都會發覺容易經常緊張 又或者身體有其他痛症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胃功能失調常有的 一些消化度以外的病徵 胃功能失調本身是由於功能失調引起的 他就不是表示裡面是有些損傷、癒癢 或者其他的病變等等 所以就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引發成一些嚴重的疾病 例如胃癌、胃癢等等 但是由於胃功能失調本身 那個症狀也很困擾 影響到病人的日常生活、工作、飲食等等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慢慢引發其他的問題 例如情緒方面 又或者因為這樣的原因 也都會影響到他的生活質素 會有很多的影響等等 所以從一個影響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講 胃功能失調雖然是不會引致病發症 但是都是一種比較嚴重的消化病 但是太陽人對大家要開始了 除非根據病人的抗病人 你也是這麼想的 酷病人吸引的大孩子 對方的犯id